你會覺得誇張喔 還是你覺得還好 我不曉得 蘇惟月你剛剛那個講了沒有 還沒 還沒 一旦會補充 還有一個30%容積率 那個才誇張好不好 這個算什麼 其實你在看這一連串的過程來講 這叫開綠燈的過程 就是你知道 一路有人幫你開綠燈 你的車速就會很快 從2020年的3月10號 第一次便當會開始 到2022年的 三一夫是10月幾號 什麼事 建造 18號 到10月18號 到10月18號 這樣子一共是兩年幾個月 一年多 3月 2022 2020到2020 你用民國嗎 109年他開始申請 2年多 110年 他的那個10月10月8號 就拿到了 所以是一年多而已 那是拿到容積率喔 然後建造是 對啊 就是10月8號 110年 現在簡直阿伯像瑞布一樣 給小嬸給你一堆 馬上 廢 不是 就開綠燈 我就講開綠燈 開綠燈 開綠燈 你如果總統 副總統 或者你是行政院長 你有那個聯合警衛勤務 那個叫依法有據 那柯文哲的依法有據在哪裡 我就先不要破書 後面要講那個梗 那個比這個協議書更精彩 那你會覺得有誰可以讓一路讓你開綠燈 我直接那麼講 沈金金的衛金集團 他有一個比較大的麻煩 就是他的財務對於銀行團來講 或台灣的金融界來講 長期以來對沈金金的放款是很小心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財務或者關係人交易非常多 我相信檢察官也會去查這一塊 因為你剛才講的那三種金流 對 那都是從柯文哲的角度在看事情 沒錯 但是這個事情 你如果要真正找到大家想像中那個真相 就是說 那柯文哲到底有沒有收錢 要從沈金金這邊 要反過來從沈金金 錢從他這出嘛 對 那沈金金當然不好突破 可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沈金金是沒有單獨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力 不管是銀行的資金調度 匯款什麼 沈金金不會自己一個人到銀行去辦匯款 所以會有人幫他做這件事情 沈金金即使要去澳門賭博 也不會自己一個人 到了那邊 哪怕你是VIP 要接待 不是 我要成為VIP 我要有那個信用額度 那個信用額度我要能夠確認 人家要做認識客戶 我要確認你可以付出這條錢 否則就會跑出那個桃竹影員被抵押的事情 這個都不是他自己可以做的 他自己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為沈金金身體稍微差一點 這是事實 他自己有辦法一個人提一千萬的現金嗎 一千萬現金超過十公斤了吧 五百萬就五公斤多了嘛 對 這是沈金金個人體力上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旁邊要有一個人幫他拿 十公斤快要一隻科基犬 對啊 所以檢察官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 你可以簡單有兩種想像 一種是去查柯文哲家的 柯文哲家的基本上是要確認什麼 就是他家的家庭帳簿裡面 他的支出跟他的總收入 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的話 因為他當過台北市市長 他選過中華民國總統 他就會有申報不實的問題 申報不實的時候 再連接到我剛才講 一路開綠燈沒有法律依據的時候 就形成圖利 這個現在看起來有機會達標 就是圖利加財產來源不明 好 那如果審慶金那邊的財務 被突破的時候 那就會上升變成叫收縮賄賂 收費重罪 就沒有圖利跟財產來源不明 對 還是有可能圖利 收縮賄賂 然後收縮賄賂 有些錢如果發現不是審慶金的 還是有財產來源不明 所以阿伯現在就是吃套餐 然後組合餐看怎麼配 A餐 B餐 C餐 C餐如果是收費的話 他永遠都不想吃到C餐 最低標是圖利 A餐 B餐是圖利加財產來源不明 B餐 C餐是收縮賄賂 然後有些錢看起來不跟審慶金沒有關係的 那個就叫做 也是財產來源不明 好 那整個合起來 你再看現在的進度 現在的進度會比較麻煩的是 審慶金那一塊 因為審慶金那一塊錢太多 所以 還是要講那一句話 要沉得住氣 就是說對柯文哲的事情 我們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是 所以他會有很多很奇怪怪的地方 那為什麼奇怪 他只有一個核心概念 因為2022年台北市市長選舉 那個12月25號就要新舊市長交接 那答案大概知道 是蔣萬安當選 我相信在投票之前 那場選舉裡面投票之前 大概一般的人對於台北市市長 蔣萬安 黃珊珊 跟楊文治的那個選舉結果 大概心中都有一個想法 那 不是 是陳時中 對不起 陳時中 那個雅文治 文治是18年的事情 那那場選舉裡面 如果 12月25以後是變成是蔣萬安 那審慶金是不是很多事情 要從頭來一次 他的銀行貸款 又要拖延 他整個集團的資金調度 對 會不會有困難 所以我相信檢察官會把 審慶金跟衛京金 所有的金流掃一遍 也就是說增加那組檢察官 當你以為他是在查柯文哲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在查審慶金 如果審慶金的資金流 能夠被發現 會往一個不應該出現的帳戶的話 會比查柯文哲來得快 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召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乃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等你一起來